华为P70系列发布信息泄露 苹果16 Pro更新态金属工艺 小米户外监控双摄板 华为即将推出的P70系列智能手机 预计将于4月2日正式发布 包括P70、P70 Pro、P70 Pro家和P70 Art等至少四种型号 这些新款手机均搭载了麒麟9000S芯片组 这是由中芯国际采用7nm工艺制造的高性能芯片 尽管该芯片组目前正面临美国出口规则的调查 但P70系列在Geekbench基准测试中的表现依然令人瞩目 根据Geekbench平台的数据 型号AL10的标准版华为P70在单核测试中获得了1243分 在多核测试中获得了3840分 型号AL80的P70 Pro分别达到了1348分和4114分 而型号AL00的P70 Art在单核测试中取得了1784分 在多核测试中更是高达4589分 显示出其卓越的处理能力 这些成绩预示者P70系列将在性能方面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 在摄像头设计方面 泄露的P70手机壳展示了一个独特的摄像头布局 三个摄像头呈三角形排列 主摄像头可能采用5000万像素Omni Vision OV50H传感器 具备可变光圈 而超广角镜头则可能使用5000万像素索尼IMX989传感器 此外,长焦摄像头也传言将配备5000万像素传感器 并支持4倍光学变焦 P70系列的屏幕和电池性能同样值得期待 所有型号预计将配备6.58英寸至6.76英寸的ALTO OLED显示屏 以及5000毫安至5200毫安的大容量电池 支持88瓦有线充电和高达80瓦的无线充电 确保用户能够享受到持久的续航和快速的充电体验 苹果在其最新的智能手机设计上带来了创新 预计将为iPhone 16 Pro系列带来重大升级 采用心态金属工艺核心颜色 这种工艺据称源自韩国 有望使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拥有更加光滑和光泽的外观 类似于之前Pro系列所使用的重抛光不锈钢材料 但新的钛金属表面比不锈钢更不易划伤 iPhone 15 Pro系列的磨砂表面不易反光和沾染指纹 钛金属框架相比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重量减少了约9% 使手机在保持强度和散热的同时显著减轻 除了改进的钛金属表面外 苹果还预计将为iPhone 16 Pro系列 引入新的太空黑和玫瑰钛金属颜色 为客户提供新鲜和现代的配色选择 这些颜色选项预计将取代现有的黑色钛金属选项 符合苹果提供创新和引人注目的设计的趋势 苹果在高端市场持续创新的同时 也在关注其低端市场 为第四代iPhone SE进行了重大的设计改革 目前正处于开发阶段的iPhone SE4 预计将与其前代产品在设计上有显著变化 苹果正放弃Home按钮 转而采用全屏幕外观并配备Touch ID 类似于其近期发布的设计 泄露的iPhone SE4手机壳图片显示 其设计风格与iPhone 14非常相似 具有平坦的侧面 前置摄像头和True Depth传感器的小刘海 以及缺少动作按钮 该设备预计将配备6.1英寸的OLED显示屏 由京东方供应 标志着与SE系列长期使用的 类似iPhone 6的设计的告别 在家居安全领域 小米推出了户外监控摄像头 CW500双摄像头版 提供2.5K分辨率和全彩夜市的双摄像头系统 这种创新的摄像系统 可在一个物业内提供多个视角 一个摄像头可水平旋转180度 另一个使用云台水平旋转355度 垂直旋转95度 摄像头配备了AI 能够区分人和车辆 并通过米家应用或兼容的小米电视 和触摸屏音响发送通知